好,大家好,我是DOTORMOR,在澳洲滑雪,澳洲滑雪讲头之第3集 今集我讲些爆点的,大湾区买楼的中介 很多时候都会鼓鼓滑滑的所谓中复或者陷阱 大湾区投资买楼,很多香港人通常都会中伏很容易中伏的三种方法 这些是国内的中介,常常拿来陷阱位,逐点说来骂香港客人 因为它用这种手法,有时就让大家买到不适合的东西,或者买到不好的东西 第一种手法就叫钓鱼,这是行头的名词 为什么叫钓鱼呢?通常大家在香港经常看到Facebook 哇,又说珠海海边,半山面海,20万首旗,豪庄几房 哈哈哈哈,哪有这么好处啊? 但有没有盘名,有没有公司名,只有人名,只有电话 有时它的电话可以做到,就是香港电话都有的 这些叫钓鱼,其实没有那些货的,它就引你 甚至有些盘,很出名,很好卖,无端端说它有货 人人都没有货,就是它有货 这些叫钓鱼,其实是许譜的,它就自在约到你 即是你说,咦,喂,打一位问 你打一位问,它都不会说到盘名给你 你说,喂,我担保有货,它都要用尽办法 总之,去口岸接你,看楼团啦,看楼再说啦 最重要就是,你一上去车,它就不停烤你看楼,售售它那些楼 说难听些,不买都不让你走啦 很多时候香港人都中伏,因为香港人都很喜欢看Facebook Facebook里面来说,对他们这些来说,也是一个很便宜的方法 所以呢,很多人会中伏,大家就小心啦 有时候哪有那么好处,所以大家很多时候 最好找一些,就算在Facebook里面看到 有些香港的公司,出名的,香港人,香港销售士 我们说难听些,有跟有强,甚至乎 订阅项目名出来,有些项目资料,清清荡荡 大家注意啦,总之,没有公司名,没有盘名,很多资料都没有 就真的千万不要谋谋研究去看楼,是非常非常危险 喂大哥,入大陆,如果你不熟的话,车了你去哪都不知道 大家千万要小心 吃饭嘛 第二个常常发生的陷阱 就叫做戳泥骂 其实也挺衰的 当大家是水乳 什么叫戳泥骂呢 这个大家随时都看到 在那些关口 福田关口 尤其最近 港珠澳大桥的关口 一出关 那些带了背包 卖来说带你去看楼 有些还要免费吃午餐 几十元看楼团 这些就叫做戳泥骂 戳泥骂通常在码头那里 等着八爪屋里面 戳到就戳 这些又是大陆的售客 这些里面有个名词 叫做街坝 在街上捞客 这些很多都是私人 小公司 不是大公司 这些就是不知道带你去看什么楼 尤其是你买了之后 你找人跟着东西 都找不到去 街坝 你说一下 我认识一些内地街坝 每个都持有保时之家的 他们都没有公司 请不出去 Judy现在也请不出去 这些叫街坝 他一个月就有几单 收下佣金 所以通常如果你遇到街坝 你都很难走得掉 就像你遇到那些买那些 美容套餐 健身套餐 上了车你都很难走得掉 通常都夹你最少 就算你不买楼 他都夹你一两万元 下下订金 到时你现在退不了 这些叫做挫泥孔 大家千万要小心 这些就绝对帮衬不过 买层楼 我不是买一杯雪糕 大家千万要小心 因为他们那些都是哪间佣金高 他就介绍哪间给你 又或者哪些难卖 卖不出 他可能就一定高佣金才叫他推楼 因为他们很多都没有打工 公司都没有什么粮出给他们 还有有时夹你上车之后 收了这个证件 就说要登记 接着是代孕不给你 接着看楼看到晚上 十点钟十一点 差不多到山关 就夹你 喂落地订了 那你就心急了 不要多时 滚了一万元两万元 那就不见了 回去想想想 哎呦 都是很累的 原来那层楼都不是自己想买的 有些查清楚点 原来那些是 你不想买的产品来的 那没有了一万元就算了 香港人都几有钱的 一万元就算了 很多 但是那些内地销售人很开心 一万元 打工都赚不到 一万元人民币 这个大家又要小心 上上发生 我想补充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有几个曾经出了事的香港投资者 就上过来找我 就当时叫我 但是有没有犯法复去解决 周末都解决不了 他们都找了一些意愿 就是当时大家记不记得新闻呢 有个惠州楼盘 南美楼的 什么小产权 那些楼被政府推临 其中有两个受害者 就上过来听演讲 就跟我说了 为什么你这么奇怪 为什么你去买小产权 我说 你看广告看到吗 我说不是 沈沙 当时她是参加了一些 香港很出名的上市公司 盘盘的看楼团 但竟然在看楼团的车里面 有些不知香港人是什么人 就跟我说 对面马路有平三分一价钱的楼 建好 又便宜又漂亮 那她见 有点贪便宜 咦 对啊 走过对面马路 便宜三分一价钱 还要建好 你知道香港人的 不知道什么叫小产权 所以就中我伏 那些又一样 她坐在旁边 她又假扮客 假扮大家都是看楼 没有防御感 我收到有亲戚朋友住 大陆 对面值得买 我也走过去买 一起在你面前 她自己落定 这个是绝招 她面前落定 她告诉你 我们一起去看楼团 对面有些笋东西 我收到消息 我自己也想要介绍你 我自己也买的 当然我不用说 她所谓买 真正假 当然是假的 那便中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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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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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区中介的第三种陷阱 这个成本就比较重 叫做暴雨 这个暴雨呢 就是渔船出海暴雨 啊,渔船出海半年叫暴雨 其他行业都这么做 这叫co-co co-co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只要进去任何一个大湾区 看个楼 其实对不起了 你的电话号码 名称 已经 很多人都会知道 所以很多叫call center 很多时候 国内中介 他就会打电话 call你 打电话call客 他很厉害的 他都用香港电话卡 他可以whatsapp你 email你 打电话给你 约你看楼 骂到一两个客户就够了 不知什么公司 又是很危险 所以这个 但我听说 这个是他上面相当有效的方法 很多做生意的 他们重一些成本 就去请一批人租个写字邮 请一大班人 就去买这些电话号码回来 就不停打 大家又要小心 因为这个很容易中招 我今天揭露了很多 他们中介行头的古灵精怪的东西 大家都应该 听完之后 有些可能在身边拆过的 大家如果避过 如果大家未发生过的 听完我这一集 这三个陷阱 常常会发生的 大家就真的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避过这些陷阱 我以后都会多说一些 在扩投资房地产 大家注意的东西 大家真的要支持 你看我画得多辛苦 我其实可以去玩的 我都快去录给大家看 大家记住什么 给我一些bonus 大家麻烦 是粉丝的 按个订阅 按下铃铛 再粉丝的 帮我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因为你身边可能有很多人 都在想投资大湾区 你可以给我转发 希望我这些提示 或者这些秘诀 能够帮到大家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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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